我們今天來釣魚城古戰場 給釣魚城的停車場 釣魚城遊客中心 判票80元 我們應該是A線,最少 這是一個戰場,所以地方很大 我們現在開始行 釣魚城景區由此去 哇,這裏的花好美 整排排 再拉近一點,哇,好美 繼續行 又有琵琶賣,又買 買兩斤 這麼遠,來到這裏向上下 這條真是古老了,石頭開始滑了 唉,終於等到來,上下了 繼續行 我們現在沿著嘉寧江 現在就是林陰大道 以前就是殺陸戰場 釣魚城 釣魚城 尖唱 千軍萬馬 1243年至1279年 我們就在這裏上 這裏上 這裏原來是南水軍馬頭為止 繼續上 哇,這麼多植物 還要上 以前 以前一定是堅壁青野 兩項絕對 不會有這麼多植物 燒起來 怎麼搞呢 這裏是菲萊子 這裏是菲萊子 菲萊子在這裏 胡郭明山 胡郭明山 元朝攻打宋朝幾十年 都打不到的釣魚城 就是這裏 這裏正式入口 鹽票 這裏開始走上去 我們現在到了城門的門口 而且元朝還死了個皇帝 影響了世界 這裏有個宋井 宋朝開 此關門 過了此關門 還上樓梯 由於元朝死了皇帝 歐洲三路大軍 趕回去爭圍 所以解救了歐洲的危機 所以釣魚城在國際上來講 歐洲還有名過在中國 下面就是菲萊子 這個城地處險要的地方 二手難攻 這邊就是嘉玲江 這個城市 蒙古的騎兵 來到都沒有用 人 染 染顏色 染顏色 這個是一個山城 蒙古騎兵 來到都沒有用 而且三面環水 這裏有一條鱸魚的石刻 這個城市 經常三面環山 那你只守一面 其他兩面都就是 天有天險可守 沒得攻 上到來這裏小丘 繼續上啊 加油啊 這裏小丘 就算給你攻多了 我這裏 你怎麼攻上去啊 一輸當關 萬輸莫敵啊 一輸當關 萬輸莫敵啊 到了滬江門 又有樓梯 點攻啊 我問你 在滬江門 看回去 在滬江門那裏拍過去 這裏就是炮台的位置 這裏就是城牆啊 這裏就是滬江門 這裏就是炮台 就是炮坑的這裏 哥哥 葛宗正啊 黑黑 這就是蔣介石的寫的字 蔣介石不是全都產了 看到一下 這個城樓原汁原味 外面是懸崖絕壁 接著繼續左上邊走上山頂 望回頭 繼續向前走 這個要幾個人來搬 這裏下去是南水軍碼頭 這裏下去也是南水軍碼頭 可能荒廢了 這裏曾經被攻破 但始終都不成功 就是這個洞 真是很窄 宋軍就由這個洞出來 夾擊蒙軍 所以蒙古軍失敗 在這裏藏兵 都可以藏到幾百 就是在這條路上去了 幾窄 六圈就是嘉玲崗了 你看幾險要 戰鬥跳牆 均勻合作 好,我們繼續向山上走 多看這段古城牆 城牆中的城牆 那邊是護角門 這邊我們繼續向山頂 山上佔地很大 就算攻入護角門 再攻多上一層 可想而知幾難攻 獨吊中原 就是這個牌坊 的牆坊 裡面也是一隻苗魚 佛道兩用 的牆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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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牆坊 都是牆坊 的牆坊 的牆坊 有牆坊 犯牆坊 對牆坊 放大魚 以牆坊 然後在那裏是龍家樂煮 這裏有多大的魚 有很多金魚在這裏 有幾層 去看我佛 在這裏去看我佛 在這裏 這裏就在這裏 一和千古 千古街 的 三星岩 狼堅忌工碑 哇,真厲害! 這幾公碑呀! 整個山頸,很多地方走 在這裏上去九口鍋 上天梯 好,上去九口鍋 九口鍋為止 九口鍋為止 裝滿水那些就是鍋 天險加零光 說就說九口,但都好像不止九口 九口鍋為止 是,是,是,看到了,看到了 原來是這樣的 好,我們現在進去中義池 這裏是中義池,古王國樹,龍眼者,貌貴雪,就為這一棵了,教他們把手釣魚城了,參觀完畢, 一,走了 繼續下 沿路回去 出了瓷關門,繼續下 繼續下 繼續下 好,來到出口 出口了 出口了 繼續下 出口了 終於來到平地了 終於回到釣魚城遊客中心 今天遊覽到此為止 我們請到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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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